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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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NN來我家了 我來給她小化一個妝 因為我們今天去參加婚禮 MING PAO on my party MING PAO TORONTO 今天的O.O.T.D 給LUNNN扎了一個半碗頭 我覺得還挺適合她的 我們倆都穿得不像一個季節 我穿的西装 然后她穿的是衬衫夹 你没拿你的外套 每次来我家总要留一件东西 什么眼镜啊 充电器 工牌 那个充电宝 我妈在帽子 反正每次总要蜡一样东西在外面 我现在带了一个超美的耳环 是Jumi Lim 一边是一个耳钉加了一个耳骨链 怎么看的耳朵有点红红的 但其实不疼 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一个单独的耳钉 好看 是吧挺好看 我们现在到酒店了 然后现在要去房间找一下 她应该在换婚纱 好激动啊 每次看别人结婚我都特别激动 特别开心 这是你的first look 对哦 我没有见过她穿过去 这是要做的高高呢 这是要做的 对 采访一下你的心情 我比他还要继续动 我比我还要继续 不是我 我比我更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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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远的心情 我记得我的心情 我抱怨ure 我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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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 偶尚不及波浪 毛利卡拉基昂得了 狗阳一夜 云光 那能当心的最佳 所以我之前都会觉得 婚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 但是遇到你之后 让我知道 爱对的人比什么都重要 跟你在一起之后 我变得开朗 变得开心 就是变得很自信 总之 谢谢你的温暖 谢谢我们互补又和爱 谢谢你设定的每一个场景 我们都在 我觉得我们之间不需要什么海市山峰 我不是要天上的心情 我只是要有个幸福 还有像是一门 快喝完 我们来吃什么了 必须毕顺 每次过来都要吃的就是 肯定是丸子面 但这家我没吃过 然后是我好朋友推荐的 环境还挺好的 第一次吃来 然后必须配的是大蒜 还有醋还有香菜 一大碗双份肉 还有两小碗 串 这太棒了吧 现在都涮串 是的 谁推荐来这家的 许弥推荐的 我从来没吃过一家 有框粉 然后有那个丼串 感觉是牛丸丸的面汤底的 麻烦汤 对 盛锅或者麻烦汤 对 我要吃点串串 那又啥用 你放在那里吃 他吃麻花要吃脆的 我喜欢吃软的 咱们三个已经吃得不好看了 真的 有一个小朋友吃饭一定会弄到身上 然后他提前放好的纸巾 太棒了 我圆满了 你呢 圆满了 还穿个杯子 圆满了 然后圆满的一点是还吃到衣服上了 最终还是吃到衣服上 我看看 还有这儿呢 药 药 药 我去你家先洗 赶紧洗 你知道吗 我回来好一会儿了 然后正好想跟大家聊聊天 我今天真的过得特别开心 因为就是好朋友结婚 而且我们俩的关系属于我觉得比较特殊的那种 因为我爸和他爸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那种 然后我们俩也是小时候就认识 虽然现在见面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好朋友就是这样 嗯 不管你们隔多远 或者不管你们隔了多久再见面 你们的感情或者相处的方式啊模式啊 都不会因为这个距离而改变 今天也是这个国庆假期的vlog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根本没想到自己能连续每天日更这么久 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update一下 嗯就是我跟八条真的想了很久很久 就是我们以前一直有一个固定的更新频率 就是每周一更新视频 虽然我知道好多朋友好像还不清楚 但我有点不想逼迫自己做这种固定频率的更新了 因为我想做的一切包括像现在这样每天分享自己的日常 或者我的所见所闻 我的爱用 我想说的话还有想做的事 想分享给大家的东西 都是当下在那个时刻最真实的一些想法 嗯 但有时候就是真的工作非常忙 我们很累 或者说最近没有什么灵感 或者说我们想放松一下陪陪家人 就像这次假期一样 比如像这些时候我还想就是做固定频率更新的话 就感觉有些吃不消有些小小的压力 好像也有一点点失去我们最初分享这个Vlog的意义了 所以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假期Vlog更新之后 可能就不做每周一的固定频率更新 但是基本上每周我都还是会给大家发视频 但是就不限定在周一这样子 可能没准还有像现在这样突然袭击 就是有可能突然连羹几天 嗯 我觉得这个是我就开始做视频的一个初衷和想法吧 这个国庆假期虽然日更满累的 因为每天白天要记录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晚上有时候还需要熬夜剪视频 但我觉得我的心理上是得到一个休息的 那我们从明天开始也要正常的恢复工作模式了 真的也非常感谢大家这个假期的陪伴 也希望我这一个小的连羹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心情 国庆七天乐假期Vlog 到这就结束了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见吧 晚安